金普聰 我覺得金普聰只是一個代理人 最重要是他後面那個組子馬英九 我覺得這個選舉非常有趣 他不只是大家看到說 是什麼國民黨那個恩怨情仇 我覺得台灣政治 有可能在這時候重組 你看宋楚瑜罵的是什麼 不是罵統獨問題 是吸口那個老農民自殺 馬英九有沒有去問 我們在大話罵了多久了 馬英九知道這個事嗎 去看芒果 去看香蕉 從頭不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鴻英我覺得 這個事情是精彩可奇 很多人講說不會啦 他只是會顧大局 那我覺得宋審長 宋主席 你就改名叫宋小菊好了 對 為大局啊 犧牲什麼 犧牲小我啊 是 你好 我覺得台灣政壇會有什麼事 讓我們的王金平老院長 在這個政壇打滾三四十年的人 會看得不少我還真不太相信 我相信王院長是大概還不願意講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看法 先跟大家分享 我認為宋楚瑜這間的主戰場 在立法院 剛剛許老師說他登記會選總統 我同意他有可能登記會選總統 但是我們憑良心講 我們也不要媚著良心講 宋主瑜選總統 你會用動選的機會大嗎 很小 我相信不大 我不敢講完全沒機會 選總統有很多意外 但是我覺得機會不大 可是選總統就像好處 徐老師剛剛講過了 你有一個大主將在那邊 你可以牽制住馬英九 你跟馬英九是平起平坐的 特勤中心也要派人保護你 要有防彈車 對 要有防彈車 總統辯論要擺一個台子 上面寫宋主瑜 這個大家都是公平的 所以你的主帥在這邊牽制住馬英九的時候 而且你孫總統你才有那個全國套頭去 拿你的理會去撩 為什麼說他的主戰場在立法院 很簡單 宋主席看到一點 他賭明年的立委選舉 有很大機會發生三黨不過半 你說親民黨當選五席又怎麼樣 五席在立法院有多大 如果有一黨過半 五席真的沒什麼 你可以完全不用理他 可是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黨都沒過半的時候 這五席重不重要 如果這五席剛好加任何一黨就過半的話 你說這五席重不重要 到時候宋主瑜就游刃有餘 你要過 甚至院長 我們雖然現在沒有隔魁同意權 但是你任命一個行政院長的時候 你要不要來找我宋主瑜談一下 說我這個院長你覺得人選怎麼樣 將來你們黨團在立法院會不會支持他 這個時候宋主瑜就游刃有餘 所以我覺得他的主戰場完全是在立法院 雖然說有可能會用各種方法 用孫總統 我現在講 我也不覺得宋主瑜會跳去華連 或是說拿靠選區域立委 你跑去華連選 你一天再講關那後山 你宋主瑜你就算是孫悟空 你也逃不出如來佛的首掌心 你就躲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主戰場一定是在立法院 至於宋主瑜要用什麼方式 去打這場戰爭 他可能現在又去評估 你認為他確定會選嗎 我認為他 因為他昨天自由時報訪問他 這個郭民眾把他搜索之後他還叫他 我跟你講今天 我今天看到聯邦暗部說 秦金森出來說 說如果有雙贏的局面 親民黨也可以考慮 我不曉得這個是秦金森肺腑之言 或是說是幾種戰術上的放話 但是我在這邊我很不客氣的講 如果說你宋主瑜出來拉這麼大 結果最後是換到幾個不分區 你的親民黨的人 放在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裡面 我說我從此之後徹底瞧不起宋主瑜 我也徹底瞧不起親民黨這個政黨 因為你已經拉這麼大 結果換幾個不分區 這個手段就太拙劣了 可是我今天我憑到一個米 我覺得有一股反金普聰的勢力 正在集結當中 包括劉文雄管我 劉文雄那個話講多重 要把金普聰從馬英九身邊剷除掉 馬金體制叫禍國殃民 我們過去讀中國的歷史 哪有一個皇帝 底下有出現 禍國殃民 這四個字的時候 接下來是什麼 就是有人要革命了 要把這個皇帝拉下台了 禍國殃民是很嚴重的指控 再加上今天 說有一個這個某資政大佬的子女 因為也是因為對金普聰的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他也說我要出來選議會 我覺得有一股反金的勢力在集結 那至於這個勢力 是不是如許老師講 目標其實是歡迎馬英九 還是說真的是對金普聰 這幾年來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不知道 也許過一陣子 我們可以繼續再觀察 但是我覺得未來 未來這幾個月 我認為所有台灣政治新聞焦點 可能會放在藍營 這時候綠營 蔡英文大概也在某種程度上 他會被邊緣化掉 真的喔 對 因為沒有新聞嘛 剛才年放工 他聞到一個味 我也聞到一個味 那個味 是鹹魚要冰心的時候 在煎的味 那是香味或是草味 所以是宋子儀先例發生 如果宋子儀要七十歲 突然間鹹魚要冰心起來 鹹魚冰心一塊就冰起來 不要再煎 煎下去 煎越久 鹹魚草味越重 我們小孩子 沒家的工作都吃鹹魚 對嗎 所以自己看到宋子儀這條 我沒有客氣說 宋子儀是玩假的 不是玩真的 宋子儀的血流的是中國人的肥 我跟觀眾說白 不要怕 很多人都說宋子儀出來 對我們贏菜營運 不要相信 中國人的本質不變 看中國這次高鐵你看 剛才我把車子帶在頭上 人裡面有人有人 一直不用車子把我帶下去 人的效率多好 一天都帶下去 裡面還有人 馬上空車 還坐在馬上又去騎起來 所以你要相信 你來相信一件事 為什麼 一個七十海人 特四書五金 我從事宋子儀頭部的鼻馬 人家給我照 空子 因為空子說 六十二順 七十重新手藝 六十兄弟就順了 人家說什麼都笑笑 七十 想想做什麼東西 但是宋子儀很大的機會放棄 秦民黨最多的時候 三十幾個立法委員 那在台灣的立法院裡面 是呼風喚雨 你看他動多少暗驚 政黨法 國民黨的不當財產 那個什麼法 都一動的 你自己想看 當初一落不動 怕你政黨都平定 秦民黨的台灣的民主 絕對是一隻的 三角度的 結果中國人的輝 跟國民黨是麻煩 還要選一個副總統 一切把台灣的民主都破壞了 但是 我們不要因人諱言 宋初如 他的一聲音 我由新聞局 到現在我從哪裡 做新聞局 我私下有從哪裡 幾個禮拜 他有一個很大的公路 那個公路是什麼 台灣民主 過程在轉變的時候 他臨門一腳 把李定輝撒去做董主席 那個總統會 如果沒有 宋初如這樣拚 非主流跟主流 在下的時候 今天李定輝 沒辦法做十二年的總統 也沒辦法跟台灣民主主 可以轉變起來 所以宋初如他的公路 他的地位很高 但是這次 你聽他的訪問的時候 說一句 馬宋之間有誤會 如果宋初如把馬英九 跟他之間動作誤會 那宋初如你的智慧 簡直是越老越靈蕩 那不是誤會 人家是斬草除根 整個要幫你答應什麼 清兵黨全部都收編 根本就把你宋初如 放在一邊 你今天好不容易 學醫要翻身的時候 結果就要顧到台灣 是不是真的要民主 大家發肥當初 你把李登輝 臨門一腳踏下去 就真是 但是我看不出來 他說來講去 還是為了他那個小格局 立法院要怎麼樣 即時這樣 不對了 怕你大格局 不是這樣 雖然黨選不完 但是給大家看 民主是應該這樣 這樣才對 那郭英雄你說他玩假的 可是他這個話怎麼收回去 2012我一定參選 參選就是像剛才說的 立法院委員他也是參選 他也不說要選總統 他也說決戰國會 我們要做什麼什麼 藍力不過負 所以他就去選議會 你覺得他會去選議會嗎 也是不會 他一話都講出來了 不會 他就叫逼到拚角了 如果怕他如果立法這麼大 不要叫早就找人去收 就是歪錢了 看不到 你說 什麼百分之10%的 10%的民調支持率 那次我們說聯合報告 有兩邊這樣做給宋楚如看 這就是說 人家統派把你宋楚瑜 當成歷史罪人 你現在宋楚瑜想變成什麼 歷史功臣嗎 不可能 好 這個大家的看法 其實不是那麼一樣 不過顯然 未來精彩科期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好